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Steven 我看到中国28%远远抛离其他地方 在投资概念上 如果他要达到他的目标 是不是他有机会要更加急起直追 而令到我们的投资思维也比较多可以放在中国相关概念上 中国会是一个很大的投资概念 但是我们也要很客观地分析状况 比如说一个国家进入了一个工业时代 有一些国家早走过的 有一些国家是迟少回走过的 也要证看经济体的大大 它究竟有多大 有一些比如说迟一些进入工业国家里的 就是industrialization是迟了一点的 但是它可能国家本身的GDP很小 或者国家很小 它可能又去不了 中国刚好在这里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增长速度又快 變相在今時今日這個位置有這麼大的碳排放 不出奇 是不是多當然是多 但是你會看到中國裏面有很多東西都做得很積極 譬如說中國在某程度上 在一個太陽能的供應鏈裏面 其實已經是很超前 世界上如果我們稱為solar waver 即是發電的晶片 有可能每五塊或四塊裏面有一塊是中國製造出來的 變相是可以達到這個目標 而且大家一定要謹記另一個位置 人類用…不是說什麼國家 是整個人類 我們是會有經濟增長的 有經濟增長自然就會用多了電 那由現在去到無論是2045、2050或者2060 是用電量是會一年比一年多的 那你用電量多之餘 你還要去利用一些新的技術 譬如說風電、太陽能、核能、水電這些 那你會所有的投放都多了 發電量一定會增長 除非你說人類世界不再… 停止生產 那應該就不會的 所以不單是說現在我們用多少電 要去做到碳中和、環保 我們要用renewable energy 可再生能源 還要是接下來的電力供應的增長裏面 都要這樣去做 所以那個投資的機遇是有在的 也會去從小裏面 給你們看 確認要從大互相